一个团队或者是一个公司的角度 如果我真的是有公司 我的公司都不可能允许我跟大宝合作 因为大宝是没有卖点的 咱们从一个就是商业的角度来说 因为我也是一个商人啊 家人们 我从理性的角度来说 我如果是做剧情 我如果是请演员 我不会请大宝 家人们到大宝现在陪 堂堂直播三个月了 你们自己看 大宝说话结巴 你看着他像是一个演员吗 对不对 所以说我跟大宝怎么可能是假的呢 我们两个怎么可能是演员呢 请演员不可能会请大宝这个样子的 知道吧 所以你们就安安心心的 放放心心的 就是看我们俩就可以了 我也不是说大宝能力不行 我只是说他的 语言表达能力没有那么强 知道吗 直播的话是不会去请演员 请一个语言表达能力 这个样子的 知道吗 嗯 我今天给家人们说的都是真诚的 然后大宝是什么样子 你们也是看他走过来的一个孩子 对 我跟大宝是真的 家人们啊 把心放肚子里就行了 嗯 就是我今天还在想我跟大宝的这个事情 然后我怎么去跟我爸妈讲 嗯 怎么能让我爸妈接受 然后就是说实话 以 呃 以大宝的现在的这种情况吗 以大宝现在的这种情况 就是 我确实是有点难 啊 就是我父母这关啊 我可能是比较难过 我要跟父母去 好好的去想一想 怎么样让我父母能够 更容易去接受这件事情 嗯 因为我 我说句实话 你看我妈妈说了一句话 你知道吧 就是我妈妈说 你可以找一个家庭条件不太好的 但是你不要找一个凤凰男 家人们有 有知道凤凰男是什么意思啊 扣个一 上次大宝见面的真正妈妈 家人们 我妈长 长得跟我一模一样 你们说那是不是我妈 你们连我妈 是不是真的都在怀疑吗 那肯定是我妈呀 你们说我跟我妈长得像不像 我跟我妈大年三十还在直播 家人们 大年三十晚上 我跟我妈还坐在那里直播 你觉得哪个演员这么敬业 两个人大年三十晚上给你们直播 还要演出这种戏 怎么可能是假的呢 你们别害怕 好不好 我知道 我知道最近呢 发生了很多事情 让你们就是很害怕 但是你们相信 堂当就行了啊 亲妈 就是亲妈 然后我跟大宝 也是真的 你们就放心就好了 大年三十 今年的大年三十晚上 我还给大家直播 我让你们看一看 我是不是跟我妈吃年夜饭 就行了 就这么简单啊 演员没有这么敬业的 不可能大年三十都不放假的 就行了 对因为你可能看我比较晚 如果你是过年开始看我 你就知道了 你就知道我们是不是 对我特别理解 家人们 因为最近啊 别说你们怕 我也怕 知道吗 你知道 我这么去讲吧 现在 现在大家那边闹得 就是那么不愉快 然后我 我说实话 很多人不希望我堂堂好 因为我堂堂给别人 赚不了一分钱的米 我说句话有一句假的 你们直接取关我 因为我堂堂给他们 赚不了一分钱的米 就现在牵扯到了任何人 我堂堂都给他们赚不了一分钱的米 但是我堂堂有流量 自然会有人看我不顺眼 我说一句不好听的 我现在 咱们开开心心地在抖音上面直播 别人 直播间节奏那么不好 然后我们直播间相亲相爱 会不会有人眼红 家人们觉得会有人眼红的口可依 你知道吗 我都不敢开播 当别人不好的时候 就你好 你就要出事了 知道吗 我就这么说 我马上就会成为一个围攻的对象 人家会不会 吵完架和好了之后 然后一起来围攻我呢 家人们 我真的 我是一个可能心思比较细腻的人 但是你们觉得唐涛说的对不对 现在别人都不好 但是我们直播间相亲相爱 正能量 会没有人眼红吗 为什么我不开播 我连视频都不敢更新 然后结果你想一想 人家这个 这个 战争结束了 人家还是一个团队的 到底人家还是一个公司的 人家可以一起站出来说 我堂堂是演戏的 到时候谁会相信我 家人们你们懂吧 所以说我现在不能好 家人们 我就低调做人就可以了 知道吗 我就低调做人就可以了 现在别人都不好的时候 就我好 别人都会看我不顺眼的 等别人都和好了 人家下一个围攻的肯定是我呀 对不对 这个不是说 那个啥 这是 这是 这是为人处事之道 现在就是低调 家人们 咱们就低调 咱们直播间哪怕二百个人 我都非常开心 我都非常非常开心 我跟大佬 咱们就好好过咱们的 而且还不能让别人觉得咱过得好 知道吗 我们幸福了 你们也不要录屏出去 我们不幸福 你们也不要录屏出去 因为我们俩不幸福 多的是骂我们的人 说爱这两个人在这演戏呢 我们俩幸福 就会有人觉得 凭什么就你堂堂过得好 所以好与不好真的很难 做人真的很难 知道吗 一定得低调一点 对 所以说我才会在视频号上面开播 跟家人们聊天 就这里的话 我可以给你们说一说我的真心话 我刚才说的每一句话在隔壁都没法说 因为隔壁人太多了 我刚才的话一说出去 你们只要录屏发出去 下一个围攻的对象一定是我 所以我不敢播呀 以后呢 咱们想聊天了 想说真心话 想开个小会 咱们就在微信视频号上 咱们就几百个人 咱们好好聊聊天 这样子 可是我跟大家保证啊 你们把心放肚子里面 唐道今天给你说的这个话 是真心的 一我没有团队 二我没有所谓的互联网公司签约 这个东西 刚才咱们有一个粉丝 在我的视频底下留言了 他说他去年九月份的时候 就去调查过 某些人是什么什么公司的老板 堂堂不是签约的主播 我不知道那个家人在不在 在的话 然后你们可以 你可以在公屏上给家人们说一下 因为我说实话 你想查我 是不是有公司 是不是有团队 其实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 因为家人们 你们平常不接触互联网 但是在这个行业里面的人 想查我堂堂 有没有团队 是特别简单的一件事 三分钟就查到了 你知道吗 三分钟就可以查出来 所以如果我要是有的话 我现在说这个话 可能我下波就会被人拆穿 我敢说这个话 就是我确实没有 第二呢 就是我亲妈呢 就真的是我亲妈 然后这个大宝呢 然后我们两个的所有感情呢 也都是真的 也都是真的 就是因为咱们还直播间 还不断的进来新的家人 有些人没听到 所以我要跟他们说一下 但是我也信任家人 家人们你们也要 也要对得起我的信任啊 咱们不要录屏 不要什么的 我再说说工作这个样子 家人们 我工作就是做化妆品 化妆品代工 还没有来 大宝还没有来 我的工作就是做化妆品代工 然后很 看堂堂时间很早的 家人们 没有给堂堂点关注 咱们点点关注啊 就是说以后 我会给你们聊一些关于 但是不行 直播间大多数都是四五十岁的 姐姐阿姨可能你们对我聊的 也不感兴趣啊 也不感兴趣 就是说 我给你们聊一聊商业什么的 其实我到底是不是一个老板 我可能 嗯 跟你聊个半个小时 你可能就会信任我了 因为这么去讲吧 如果我的身份是假的 如果我不是一个老板什么的 有一些商业上面的东西 我可能 你真的你跟我聊十分钟 二十分钟 你就知道我到底 是个水的 还是是个真实的 这个样子 就是我确实是做化妆品的 家人们 嗯 然后我还有一些别的生意 就是 比如说财宝 家人们财宝包括什么 财宝包括什么 珍珠啊 水晶啊 碧玺啊 就这些东西都叫做财宝 嗯 就是这个生意也有一点 但是跟我妈妈有关啊 我做的不多 这个生意也有做 然后还有就是一个你们想到的是关于宠物类的 然后我 我准备 我可能下一周会给你们拍视频吧 过两天我就给你们拍视频 嗯 就是 但是我做的宠物的这个 事业呢 就不是很赚钱 家人们 实话实说 不是很赚钱 但是我非常喜欢小动物 所以说我 呃 我现在唯一不赚钱的一个生意 就是宠物行业 然后 做的其他的行业都是赚钱的 家人们 嗯 当老师当然是真的 我下一场直播给你们看一下我的教师资格证吧 我可以给你们看一下我的教师资格证啊 嗯 不是做狗狗 做小鸟 嗯 做小鸟 嗯 大宝 我等一下给他打电话 咱们唠一会儿 我给他打电话啊 就是 呃 化妆品 化妆品是赚钱的 有什么说什么 化妆品是赚钱的啊 财宝 财宝也是可以赚钱的 然后 老师也是真实的 我确实做过老师 高中老师 嗯 家人们我要是编 我也编个幼儿园老师 小学老师 我不会跟你们说高中老师 因为高中老师 不是那么好装的啊 家人们 真的是高中老师 对小鸟 对 我 我 我跟家人们说 你们可能不信吧 我养了两百多只小鸟 嗯 我养了两百多只小鸟 嗯 不可 不可思议吧 嗯 嗯 家人我不可以在直播间介绍产品 因为不挂车 是不可以介绍产品的 任何平台都不允许啊 所以你去看一下说明书 对 对 我养了两百多只小鸟 然后我的小鸟是不赚钱的 因为 我给我的小鸟租了两套房子 呃 我给我的小鸟就是在 我平常住的小区里面租了两套房子 然后一个一个房子是放 那两百个小鸟生出来的小小鸟 然后 还有一个房子是放那个小鸟的爸爸妈妈 就是观赏鸟 但是我养那个鸟可能有点贵 就可能就是便宜的要大几百 然后贵的要几千块一只的那种鸟 然后这个东西呢 就是我目前是不赚钱的 嗯 就是也是在卖的 也是 也是有呃 有人帮我销售 有人帮我去养 但是确实不赚钱 家人们 嗯 就是大概我一个月还要贴补一点 嗯 就大概是我每个月还要贴补一点的状态 但是我一直在养着 就是我这个鸟舍 因为我非常喜欢小动物 所以说我就会一直养着它 不管赚不赚钱 我都会养着它 过两天我会给你们拍一下 然后包括给我养鸟的养鸟的人 嗯 我现在养鸟雇的是两个六七十岁的叔叔阿姨 嗯 我不想去立我的人设 家人们 我实话实说 就是这两个六七十岁的阿姨跟叔叔 是因为他们找不到工作 因为他们年纪大了 然后因为一些原因 他们需要一些经济收入 但是他们找不到工作 然后所以我才雇佣了他们 帮我去养小鸟 帮我去打扫卫生 因为他年纪大了嘛 很多地方都不敢用他嘛 因为怕有什么事情 然后要赔米 所以说我就雇了两个六十多岁的叔叔阿姨 然后帮我再打扫卫生 帮我再喂小鸟 然后还找了一个男孩子 帮我去卖小鸟 然后卖小鸟的这个男孩子呢 家里面条件非常的困难 就是挺困难的 就是爸爸没有了 然后妈妈也没有经济来源 然后姐姐疯掉了 然后姐夫跑了 条件非常不好 唐达现在说的所有话都是真实的 都是可验证的 我也可以让这个男孩子 包括我说的这个叔叔阿姨来到我直播间 告诉你们 我堂堂说的是不是真的 我也不是想证明我堂堂是格局多大多怎么样 但是我现在说的都是真心的 然后就是这个男孩子家里面条件非常差 然后我就租了房子 然后给小鸟住 然后给这个叔叔阿姨跟这个男孩子住 因为他们租不起房子 所以他们现在跟小鸟是住在一起的 但是我的小鸟住的也很好 是住在高档小区里面的 这是真的 我们家的小鸟过得比很多人都好 然后所以说我的鸟舍是赔钱的 其实每个月是有进账的 但是是顾不住的 因为我要养三个工人 然后还要养200只小鸟 所以说就是顾不住 但是没关系 我觉得赔也赔不了多少米 就蛮开心就可以了 就这个样子 那我主要的一个经济来源 现在的话其实是在化妆品上面 对 然后还有就是收一点点租金这个样子吧 对 因为房子也是住不完的嘛 可以租出去嘛 嗯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我也会拍那个 上次过生日那个房子是租的家人们 是我租给大宝的 嗯 是我租给大宝的 那个不是买的 那个是租的 我当时视频里面就给家人们说了 我是租的呀 因为农村的房子不是说你要买就买的 而且大宝喜欢还是不喜欢 还好我是租的 我租 我租的他就不住了 你说我还没有退呢 家人们 我要是买的 他住两天走了 我真的我吐血了 你知道吗 我真的要吐血了 嗯 没有退 怎么退呀 我才大宝生日前半个月租的 我才租半个月 人家能给我退吗 退的话要罚一个月的租金呢 嗯 如果大宝要退 可以退 退的话就算我违约 我要赔给人家房东一个月的租金 嗯 我现在看能不能转租出去吗 转租出去给别人这么小亏一点 实在不行的话 那就退了吧 然后就亏一个月的租金吧 嗯 对 但是那个房子 他们不让我去养小鸟 嗯 因为小鸟太多了 我家里有200只小鸟 就很吵 所以说 其实 其实你知道为什么我要租两套房子 就是我那200只小鸟一套房子是住的下的 但是它太吵了 我要把这200只小鸟分开放 这样子的话就是噪音会小一点 因为我是在小区里面养的这种小鸟会扰民 所以我没有办法我就只好租了两套房子 你说我怎么赚米啊 家人吗 你想一想 我租两套房子雇三个工人 一个月最起码两万块没有了 然后我还不加我的小鸟要吃 吃的用的乱七八糟了 五千块没有了 我一个月养这个小鸟就能养两 就差不多要花2.5个W吧 然后结果呢 就是这个可爱的我的销售的这个小弟弟呢 然后一个月呢 他卖这个小鸟只能卖个一万多块吧 就是我大概要亏个一万多块 就这个样子 养小鸟干嘛 喜欢 就是很喜欢 本身是喜欢 然后越养越多 后面就养不下了 就开了一个鸟舍 对一个赔钱的鸟舍 已经赔了三年了吧 不止三年 差不多赔了三年了 这个样子 对我说的这些都是真实的 我可以回来拍视频给你们看 让大宝去住 太吵了吧 大宝有说过 家人们你知道吗 我有跟他提过 我说我养了很多小鸟 然后在这个小区里面 我跟大宝讲了 然后大宝就说 真的假的 他说你的小鸟就住这么好的地方 然后我说 他说我 我前段时间 我那个工人 那个小弟弟不是请假吗 然后他说不行 我去帮你养 我说你算了吧 你搞不了 你肯定搞不了 大宝说的好听 真的搞不了 因为你养小鸟 也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对 我们是把他们养到成年了之后 卖出去就很好养 但是在小鸟小的时候 是很难养 很难照顾的 所以大宝应该搞不定 而且又不赚钱 家人们 我说真的 大宝可能现在做茶叶吧 也不是很赚钱 但是他要是跟着我去 开鸟舍 那就死得透透的 你知道吗 因为我这个鸟舍是纯赔钱 做工艺的 你知道吗 对 好慢吗 还可以吧 还可以 以前的话就几千块一只 现在的话几百块一只